大姜 是 我經常聽到長輩說 以前會喝一道金銀菜陳筍湯 但其實我不知道什麼叫金銀菜 金銀菜其實是兩種白菜 是 這個是曬乾的白菜 是 那個是新鮮的白菜 這是金色, 金金的顏色 銀色就是金銀菜 好紅 兩種白菜 我看到羅漢果為什麼有兩個顏色 羅漢果是高溫烘焙的 會變得深色一點 但糖分會增加一點 那是不是金色會比較健康? 這個保留營養價值會高一點 對, 會比較甜, 清甜潤喉 我知道你剛才說了我 不應該一次過把材料放進去 是 那我們第一步應該怎樣做 第一步先把火燒開 是 我們把菜乾切掉, 切短 頭部不愛, 硬的不愛 這些菜乾之前浸泡了20分鐘 我們先放進去 這些要煮20分鐘 20分鐘 對, 沒錯 這個藍不幸, 已經洗掉了 我們放進去, 好嗎? 果皮放進去 還有兩顆蜜棗 都放進去 今天用了金螺漢果 是 放進去, 要這樣撕開 這樣撕出來嗎? 撕出來, 對 我還以為整塊放進去 這個皮也要的 是 但不用整塊放進去 否則太甜 半個可以了? 對, 細半個可以了 因為這個稍微會稍微涼一點 要煮, 把牌子捲上去 好 對, 沒錯 好, 我們要先出水 好, 這些拿去出水 其實我有看過豬肺 但為什麼這麼不同? 這個不是豬肺, 這是豬肺群 豬肺群? 是豬肺中間吊著的一塊肉 好 對 有些筋、有些瘦肉 怎樣才是漂亮? 要鮮紅色的, 一定要買豬肺 千萬不要買豬肝色的 好 出水後, 看到有些我們不要的時候 才把牌子捲起來 好的 放進去, 讓它慢慢出水 好, 還有… 這是舌頭嗎? 這是舌頭, 叫豬橫舌頭 豬橫舌頭 對 是豬的皮狀, 一條舌頭 所以一般人叫它豬橫舌頭 滾了就可以了 滾了就可以了? 可以停火了? 對 對, 滾了回來, 沖一沖水 這樣就可以煮了 好 但其實我剛才看到 好像有很多筋, 我們應該… 招橫舌頭有條筋 對… 你看到的泥 這個要出水後才切 之後才切? 對 為什麼呢? 因為現在這樣切, 它會四處移動 你比較容易弄傷手 如果出水後, 整塊會比較硬 所以拿著它來切走 它就會比較容易 我們把薑片加進去 是 再加點紹興酒 紹興酒 讓它披露香味, 好嗎? 好, 讓它煮沸了 好 吸了水, 這樣就好 把它拿出來再洗一洗 好 一定要洗 現在我們在中間的筋切掉 在這裡切 剛才這樣切, 切不到它 因為它會四處走 這樣就容易很多 對, 容易很多, 是嗎? 是否只需要這個 還是其他肉都要… 你看看, 有沒有其他雜質 這個有一點厚 我們可以把它切掉, 麻煩你 好, 就這樣切掉? 對, 切掉就可以了 所以其他白色的… 那些是筋膜 是不怕的 那些很好吃 真的嗎? 對 你吃的時候, 待會拿出來吃的時候 這樣切… 它就像牛筋一樣 對, 好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放進去 好 整塊放 不要說切開才放 因為它一直煮就會縮小 你聞到香味嗎? 很香 朱環, 你放進去 好 好, 再煮沸再加大火 對, 蓋上 蓋上 蓋上, 蓋上一小時才放白菜 我們做法是怎樣呢? 不要把它撕掉… 我就是這樣在家裡做的 這樣沒那麼好吃的 真的嗎? 對 要這樣切, 切一半 因為待會煮就會融化 這樣就無法夾身吃了 對, 如果是一大棵 好, 我們可以一開四 這樣就整塊在這裡 然後這樣才放進去洗 洗… 好 好, 湯已經煮了一小時了 沒錯, 現在我們要把白菜放進去 是 頭部放進去 要不要加鹽, 其實是隨你 因為如果夠甜、夠香 已經夠味道了 都可以不用加鹽 這個隨你喜歡 會 expiration, agle載一點 好, 蓋上蓋 蓋上蓋開 好 你再煮大約半小時 多一點就可以了 你吃打開 走